大家好 又是我施健章给赛马提示的时间 留意今次沙田赛事就跑星期六了 记得早点看片早点买 最近我两位拍档和小弟的提示都挺准的 刚刚那次的赛马日都中三重彩 两位拍档又有三重彩 又有正Q又有位置Q 所以各位马迷就真的不要错过我们近期的提示 当同就跟着 今次事不宜迟我选了第二场的一班千六赛事 我就找到一只马给大家 我觉得他这次都可以在贵内之中打开胜利之门 马上重温回董事杯的表现 跟大家介绍一只马大家都知道 就是家应之星 现在4号是浅南三 在内档放出来的那只 这场其实他也遇到很多好马 包括高大威猛跟着他跑 高大威猛对着这些特杀对手 就真的不够跑 因为后面还有一只川河专区 还有美白色衣服的衣服 和哪一只大家都看到 金枪60 在他旁边还有一只夏威夷 接着一堆恶马 但是家应之星 其实他这次跑得都算是这样的 一直都是贴着蓝 自己放 其实都放得很轻松 完全都说没什么跑错 不过你对着那些超级马 他都尽地一波放头 打算搏偷鸡 还有高大威猛两只就在前面放头 接着还有一只川河专区 马王的金枪60 就捱出一点点外档 都是准备冲 这场马如果大家记得现场有看过 其实是非常精彩的 因为在最后那一段斗 金枪60都要出尽狗猴二虎之力才会险性 留意那只夏威夷一直找位推进 想着在中档发力 谁知道几只马都超级状态 家应之星转弯入直路的时候 以为他断了 但是他一路打下去 那只马还会有反应 接着川河专区在中间推上来的时候 打算偷一只金枪60 两只马就短兵相接 你一边我一边你一边我一边 你到最后二百米的时候 以为金枪60 是不是这次会第二室荆州 幸好在最后这几步 何宅遥推上来的时候 就和村河专区 大家真的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刚刚过中点就叮赢了 家应之星一路都没有断跑第三 其实大家都看到 对着马王 还有对着村河专区 这些超级对手 家应之星都真的不失礼的 输得不远的 所以其实这次他在千六赛事 与对着那一帮的对手 其实质素真的没有刚才那样高 所以我觉得这次他虽然是帮助 但是也是稳定的 所以就推介家应之星给大家做打 脚的方面 你不要说我比得已 但是也要给大家 因为这场我们要选择一些有实力的马 幸福士荣 其实自从打比之后 他就没什么表现 这次也好一点 还有赛前就晒星震天 如果他跑得翻 就是发挥得好的话 这只马应该是家应之星的最大对手 另外一只胜德精彩 也是范围之选 因为始终他今季都是赢过家应之星 这次有个五档124磅 配合赫敏连 差不多都有成的10倍 这些马如果是扭歪一些 就是进来的话 都会有少少分头 所以二场就简单单 因为出马少就三只 一二三 给大家去选择了 OK? 看完我的贴士 当然我两位好拍档 Matthew和阿鵬 你就真的不要错过 他们最近的贴士 真是奇奇都中奇奇都有 不要错过他们的 好贴士 接着还有两场赛事 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星期六的赛事赢多些 下条片再见 拜拜